晚上九点 无论你身在哪里 来场与文学的空中邂逅 杨兆谈书 姚宁一同遨游文学世界 认识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欢迎收听杨兆谈书 本节目与代表广播电台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 未来播出我是杨兆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要为大家介绍的知识 从日文翻译过来 八千文化公司刚刚出版的综艺本 作者是川胜平泰 书名叫做文明的海洋史观 川胜平泰是谁呢 他1948年出生于日本的京都 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的政治经济系 早稻田大学博士班学分修完了之后 但是他离开了日本 他到了英国牛津去求学 所以他到了1985年的时候 他获得了英国牛津大学的博士学位 他曾经在早稻田大学担任教授 也曾经担任过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的教授 金刚文化艺术大学的校长 理事长等等 现在呢 从2009年开始 他由学界转入到了政界 超过十年的时间 他担任的是日本金刚县的知识 在这本书里面 川胜平泰 他要提出来的 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史观 这史观主要是为了要解释 日本人以及日本的历史 究竟是如何发展的 尤其是专注在对于日本过去 江湖时代的索国政策 提出了一个修正主义 不太一样的看法跟解释 那怎么样理解索国这件事情 关于索国过去一般的解释 这是在日本历史上面 非常令人遗憾的一段 把日本封闭起来 尤其最重要的在日本索国封闭的时间当中 西方正在快速的发展 尤其是在科学上面的发展 所以日本索国因而和西方的发展断绝开来 日本就没有赶上西方文明 尤其是在科学知识上面的进展 不过对于这样的看法跟解释 川胜平泰有了很大的修正 他的修正非常有意思 因为他的起点是来自于 他用了日本第一位太空人毛利卫先生 他在从太空回来的时候 他具体成熟了从太空亲眼所见 发现地球继续是什么呢 当你从太空回头看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地球只是一颗小小的行星 当你人站在地球上的时候 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 我们会觉得这个世界很大 可是你到了太空 用一个太空人的眼睛回头看 你会发现地球很小 所以毛利卫他要讲的就是 如何作为一个太空人 从感觉到世界很大 到发现地球在那个浩瀚广袤的宇宙当中 地球那么小那么小 这个过程 因此川胜平泰告诉我们 我们应该要发挥我们的想象力 抱持着地球乃是小而有限的世界 这样的一种世界观 换而言之 我们可以把地球类比为一个 有限的锁国世界 事实上地球虽然在 能量进出的层次上 对于宇宙处于完全开放的状态 可是在物质方面 则是近乎完全封闭 不曾有任何进出的状态 在地球上的所有的物质 因为受到地心引力的牵制 不可能飞到宇宙之外 宇宙外面的东西 因为地球有大气层的保护 所以这些东西 也几乎没有任何可以进得来 因此我们本来就 生活在有限的世界里 而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 正就是依照川胜平泰 他的看法 这不就像是江户时代 日本锁国所遭遇的吗 那日本锁国 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接下来很关键的一件事情 他又引用了日本的历史学家 树水荣 他所提出来的非常有趣的看法 那就是在近代的发展当中 欧洲跟日本的发展 走了两种很不一样的方向 可是这两种很不一样方向 在用英文描述的时候 可以有非常有趣的连带关系 我们都知道近视的欧洲最重要的突破 这个最大的进步的力量 是Industrial Revolution 这是工业革命 那在日本呢 相对的树水荣提出了很特别的观念 叫做Industrials Revolution 不是Industrial 而是Industrials Industrials 这个英文字指的是非常的勤奋 非常的辛苦 很愿意一直不断的努力 所以中文把它翻译叫做勤勉革命 一边是工业革命 一边是勤勉革命 而勤勉革命 Industrials Revolution 也就是日本江湖时代 锁国的时候 整个上上下下笼罩日本的 一种特殊的价值 工业革命在欧洲 基本上呢 它是资本集约 劳动节约型的生产革命 靠着这样的改革 欧洲让劳动生产力 提升到世界第一的水准 那在日本呢 相对的Industrials Revolution 勤勉革命 则是资本节约 劳动集约型的生产革命 透过这样的方式 日本将土地的生产力 提升到世界第一的水准 透过这两种生产方式的革命 欧亚大陆的两端 分别诞生了人类历史上 首次以生产为核心取向的经济社会 这就指向了川胜平台 它最重要的身份 虽然它现在作为静岗县的知识 不过长期以来 它在学院里面 它是一位特殊的经济史家 在这里所谓的经济史家 并非泛泛之称 不是指任何研究有关经济方面的史家 比较狭义或者是严谨的经济史家 特别指那些遵守经济史取向的学者 他们从事研究跟解释历史现象的时候 不只是重视经济层面的研究领域 而且强调就经济本身分析 经济史的变迁 在尽可能的条件底下 他们热衷经济学上面的理论 并且采用量化的统计数字 换句话说 他们对他们研究取向的坚持高于一切 这是那种经济史家 但是川胜平台 他不是把自己当作这种经济史家 他不那么热心于 从事这种专题论文的研究 他早在三十几岁年轻的时候 他就有意要超越当时 持日本学界牛儿的两大史观 唯物史观跟生态史观 用这种方式对应对照 建立其他的海洋史观 他的海洋史观最重要的 就是把西欧跟日本对应对照起来 西欧跟日本怎么对照起来呢 那就是一个在欧亚大陆的最东边 一个在欧亚大陆的最西边 然后更进一步 他认为之所以有西欧的变化跟发展 那是因为西欧离开了当时统治 整个欧亚大陆中央部分的中国 以及主要是伊斯兰世界 所以川胜平台 他引用了皮雷纳的史观 说明西方的势力发展 怎么样遭受挫折 之后成为被封锁的内陆地区 这皮雷纳 他是一个近代比利时的一个史家 他的家乡就是比利时 在中古时代称之为叫做法兰德斯 是十二十三世纪 全欧洲商业复兴出奇的重镇 也是欧陆和英格兰贸易的枢纽 皮雷纳满怀着比利时人的特殊的感情 就特别彰显法兰德斯的历史地位 在他的一部著作叫做《穆罕默德与查理曼》 《穆罕默德》指的当然是伊斯兰教的创教的教主 查理曼大帝则是在西元八百年左右 建立起了查理曼帝国 他在这本书里面 特别强调西元七三二年 在这一场战役当中 铁锤查理如何打败了一路 从西班牙北发而来的伊斯兰军队 这一场战争的胜利属于保卫者 那仍然说 也就是欧洲人成功的阻止了穆斯林 进一步的入侵 就大局而言 这一次战役之后 地中海就沦为伊斯兰的势力范围 不过也因为这样 西欧才建立起封建制度跟庄园经济 所以西欧脱离开了 由伊斯兰教徒穆斯林 他们所统治的地中海海域 因此才有了西欧的独立发展 这是西欧历史发展的基本的背景 至于日本呢 日本在最东边 也是借由历史上面特别的机缘 离开了欧亚大陆 才创造出日本的特殊性 日本的特殊性又是什么呢 我们休息一会儿 后来告诉大家 大家好 我是刘克香 亲近自己的城市 找回城市的温暖 听见台北的声音 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听见台北的声音 拥有有颗热情的心 有爱与梦想的电台 台北广播 FM93.1 一公尺 零点四趴 三公尺 剩两个 十公尺 你是背什么数学攻识啊 明天要考吗 不是考试啦 是有关温室效应的问题 你知道吗 当海平面上升一公尺 台湾0.4%的面积会被淹没 海平面上升三公尺时 全台六都会 就只剩下 桃園和台中两都 那如果上升十公尺呢 到时候啊 全台8.8%的面积都会消失了 尤其大台北盆地 蓝阳平原 台中彰化以南的海岸平原 很可能都会被淹没啦 啊 这么吓人 那该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多做一点 例如 爱用当地食材减少食品碳排放量 多搭乘公共运输工具 减少开车或骑机车的次数 而冷气温度 也可以控制在26度到28度之间哦 嗯 还可以随手关端拔刹的哦 自备环保餐具 少用一次性就丢弃的商品哦 台北电台与您一起 珍惜资源爱地球 感谢您继续收听 杨造谈书 本节目以台北控电台 FM就三点一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 回到播出到九点半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本是 八旗文化的新书 日本的史学家川胜平泰 他所写的文明的海洋史观 川胜平泰所说的海洋史观 在相当程度上面 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之为 叫做托亚史观 所谓托亚史观 他认为近代历史的 最重要的动力 来自于西边 是西欧脱离了欧亚大陆 脱离了当时 由伊斯兰教所控制的这块区域 那么在东方 则是日本脱离了 由中国所控制的亚洲大陆 所以西欧跟日本 都是摆脱了对于 旧欧亚文明圈的 依存状态之后 在政治经济文化层面 脱离了亚洲文明圈 因此达到了自主自立 才诞生了新的文明 所以他也把这样的文明 称之为叫托亚文明 我这两种托亚文明 又很不一样 在西边 欧洲的生产呢 是靠着隔海遥遥相对的 美洲大陆的购买力 来加以消化 日本则进入到了锁国的状态 完全靠国内的购买力 来进行消化 对于欧洲来说 海洋对岸的广大土地 指的就是美洲 是他们不可或缺的构成力要素 所以这段时间当中 美洲逐渐的被并入到 跟西欧形成了一个共同的大的系统 然后呢 美洲最重要的特色 人口很稀少 对照底下 日本是土地狭窄 人口众多 经济活动当中的生产要素 主要是土地 劳动 资本三项 当西欧和日本 仍然跟亚洲保持关系的同时 在土地跟劳动形势上 却呈现出完全两极的样貌 在西欧 即使已经达成了工业革命 因为人口稀少 所以人口稀少指的是 要考虑到 还有殖民美洲那个广大土地 所造成的单位面积上面 人口稀少 所以人口稀少 就必须要继续采取了资本集约的形式 来提升劳动生产力 对欧洲来说 当他们提到经济发展的时候 值得就是劳动生产力的提升 马克思就经常用生产力 对马克思来说 历史最重要的动力 就是生产力跟生产关系所形成的 这个经济提升结构 马克思深信劳动生产力的提升 会为社会带来变革 相对的 在锁国时期 江户时代 日本则企图彻底走向资本节约 提出Industrials Revolution 勤勉革命观念的 日本历史学家 树水荣 曾经针对近视日本农委地区 牛马树的巨检 做出了他的调查 做出了他的研究 当地将为了本来要养牛养马 而设置的牧场 现在不养牛不养马了 因为要把它转变成为耕作的田地 然后投入了大量的劳动力 以其提高土地的生产力 到了江户末期 达到了土地生产力 世界第一的水准 换言之 在欧亚大陆的最西边 西欧那里是 劳动生产力的革命 在欧亚大陆的最东边 日本是土地生产力的革命 这两者 日本跟西欧 虽然都达成了脱离亚洲 也就是所谓脱亚的任务 但他们所面对的亚洲 很不一样 欧洲他要自立脱离的对象 使还印度洋展开的亚洲 也就是伊斯兰教圣章势力的那个亚洲 相对于此 日本要自立出来的亚洲 则是还中国海 东海南海 黄海 渤海 所展开的这一片亚洲 也就是中国势力圈 刚刚讲到 印度洋 地中海 以及东海南海 黄海 渤海 这就是为什么 川胜平台 他所提出来的叫做 海洋史冠 他认为不是陆地 而是反而是海洋 才是我们应该要关注的特别的重点 对他来说 地球就是一颗水行星 有水才能够孕育生命 这是无可取代的 从占地球将近七成的海洋来看的话 陆地 其实每一块陆地都是岛屿 而各个大陆也不过就是漂浮在海上的大型的岛屿而已 简单的说 这个世界就是地球这颗水行星里面 由大大小小浮在海上的岛屿 所构成的多岛海 这样的一个世界 而海洋史冠 就是从地球的视野去展望 文明新王的历史冠 在这样的史冠底下 就不会一直把专注力放在欧亚大陆 也就会看到欧亚大陆的边缘 跟海洋更接近的这两块地方 一块是西欧 一块是日本 认为这才是发动人类文明变化的主要地区 对于西欧跟日本 托亚的对象不一样 也表现在两者所发展出来的世界观 欧洲这边 他们所发展出来是近代世界的系统 那川胜平台呢 是把它用战争与和平的概念来解释 这个战争与和平就指向 1648年所缔结了的西法利亚条约 从此之后 欧洲就变成了一个一个的平等的主权国家 这些主权国家 一方面必须抵抗别人的侵略 另外一方面 他们又都有扩张的冲动 所以就走上了永无止境的军备不断的冲突 所以有受战争 有受和平的这种状态 相较于此 竟是日本江户的社会 则抱持着从中国而来的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的世界秩序观 这是认为修身积德才能够才应该得到权利 换句话说文明是权利的来源 那文明应该要对应的是野蛮 所以在日本 在欧亚大陆的东边 则发展出和战争与和平 很不一样的另外一种世界观的模式 穿胜平台把它称之为叫做文明与野蛮的模式 所以就有了两种完全不一样的世界观 作为基础产生了世界秩序 在欧洲跟东亚几乎同时建立起来 不过这两种世界观还反映在对于天然资源不一样的态度 在近代欧洲 边疆的存在是不正致命的事情 对他们来说 他们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边疆 那就是美洲大陆 经济学的起点 也就是亚当斯密的国分论当中 他完全没有考虑到 有可能遇到资源不足的问题 在欧洲考虑到资源稀少性而诞生出来的理论 也就是在经济学上面被称之为叫做 边际革命的这种崭新的价格理论 一直要等到19世纪末才出现 边际效用学术的基本思维是 如果资源变得稀少 就会随着价格上升 而也降低了需求 促使人们开始探索全新而丰富的资源 这是一种把所有的一切都归给价格 以及价格所构成的市场 来对于有限资源进行最适当分配的看法 它的基本的原理 仍然是建立在对于价格机制的乐观跟信赖上面 换句话说 这里面没有缺乏匮乏的危机意识 欧洲所建立起来的这一套近代的世界体系 因此它就是一种资源浪费型的经济体系 工业革命在资本集约的同时 也是一种大量消耗煤炭浪费能源型的生产革命 它们打着开拓边疆的美名 依此不断持续的破坏自然 这是工业革命的效果 另外一边在日本 Industrial Revolution 勤勉革命 这是绞尽脑汁的去节约资本 回收资源的一种生产革命 江户的垃圾会用河川跟水道 运往江户湾抛弃 但途冲呢 有人会把它拿去当肥料 有人捡走了其中的金属 有人找到了其中可以拿来当燃料用的部分 所以就大量的回收 让农家打铁铺找汤等各自搬运回去 这就是一种不随意浪费资源的思想和行动 就人类史而言 近世的日本江户社会 还有欧洲所形成的近代世界体系 在透过生产革命形成 经济社会 接下来达成脱雅任务这件事情上面 这是对于川胜平台来说 是对等的文明史 这两种文明史 这样同步发展 但是到今天为止 一般普遍都偏重 近代世界体系 也就是欧洲所发展出来的 这些文明 他们的成就 那就是因为 它是向外发散的 整个扩散到了世界的缘故 然而相对应的 如果我们考虑到 地球是一个有限资源的一个区域 如果我们知道 地球是一个小而有限的世界 那我们应该就能够体会 欧洲近代所发展出来这套系统 不可能这样一直扩张下去 这就是为什么川胜平台 要特别提出 这个史观上面的大逆转 如果把锁国扩大成为 整个全地球 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事实 地球是一个封闭的经济系统 所以在这个封闭的经济系统当中 你不可能继续去开拓边疆 你不可能一直不断的扩张 到了一定程度 你总得回来 去开发内部集约 而且勤勉的价值 所以或许 日本的这种勤勉革命 所带来的人生观跟世界观 应该在这个时候 对于全世界 发出更多的讯息 刺激大家 用不一样的方式 来看待文明 这就是他之所以提出 文明的海洋史观 要跟文明的大陆史观 对应对照 最重要的一种用意用心 这本书作者是目前担任日本 金刚线知识的穿胜平台 这是他在史学上面 最重要的突破想法 都记录在这本书里 感谢你的收听 明天到一会儿时间 我们再会 成立的月光 把梦照亮 请温暖它心房 哈喽大家好 我是于太燕 听见台北的声音 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电台转转转转转去 都不知道听哪一台 你可以听FM93.1那一台 FM93.1 对呀 FM93.1台北广播电台 从走到晚24小时不间断 内容丰富多元 有新闻 社福 健康 教育 资讯 政策 财经 还有艺文 美食 音乐器 观光 甚至跨越族群 接轨国际 最重要的是 错过了节目也不用担心 因为网路上会保留60天 让你随时随地 都可以随选收听哦 哇 那我赶快来搜寻 FM93.1台北广播电台 让你不只听见台北的声音 Oh yeah Oh yeah